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用哈密瓜做美食 哈密瓜洗干净,切掉头部 然后对半切开 这里只用了一半的哈密瓜 再把它分成小半 最后用刀把瓜瓶去掉 再去掉瓜皮 接下来再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然后准备两个土鸡蛋 打进去 然后加入两勺白糖 喜欢甜的可以多放一些 最后放到料理机里面 选择果蔬件,打成汁就行了 打好之后,我得到了700毫升的哈密瓜汁 然后箱里面加入4颗酵母 先把酵母搅拌均匀 接下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红枣 去掉澡壶 再加入一把曼月梅干 喜欢吃什么就加什么 切碎一些 切好之后放进来 最后加入500克低筋面粉 搅拌成没有干粉颗粒 像老酸奶一样浓稠的状态 就行了 然后盖上盖子 把酵母搅拌均匀 发酵质体积1.5倍大 面糊发好后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一下 拍拍器 然后电饭煲内胆刷上使用油 倒入一半的面糊 不要倒完 可以分两次做 上面再撒一点黑芝麻 盖上盖子 选择蛋糕键 焖上40分钟就行了 哇 好香啊 真的是太香了 哇 居然做得这么成功 太漂亮了 尤其底部这层太好吃了 焦香酥脆又香甜 上面像蛋糕一样非常的柔软 又有着浓浓的果香 真的是太好吃了 这样做的哈密瓜发糕 因为含水量大 所以比蛋糕还要柔软 尤其是底部这层 刚出锅的时候简直太好吃了 现在正是哈密瓜上市的季节 可以买来做给老人和孩子吃 好适合他们的牙口 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里的比例是两个发糕的量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哦 谢谢你的观看